我們剛剛從Costco買東西還回來之後 發現家裡有這三項東西 是我們這一次呢 COVID FAMILY 我們這個全部人都得COVID的結果呢 超大箱的耶 我們來看看日本呢 贊助給這個得過COVID的人 哪些食物呢 欸這一箱超級重的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 哇~~ 好漂亮 十歲耶 哇這超級垃圾食物耶 這超級垃圾食物耶 啊龍腳傘 啊這個好吃喔 這個是那個荊棘很有名的那個水 做出來的咖啡 咖啡凍 這個垃圾食物的香腸有三個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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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個 POKI 龍腳傘 這是什麼啊 這是北海道的Patta cookie 喔這個 這是那個粥 不錯耶 嗯 欸這個 他們給的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的那個 喔齁齁齁齁 都在飯上面撒的那種的 然後這個是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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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多食物 喔我的天啊 這是飲料 這是飲料 好了吧 很香耶 六個 你直接take這個果菜 總共有八個 欸剛剛吃一箱而已 而且是我們最小箱的喔 我們現在要看一下大箱裡面有什麼 啊 啊 真的 噢 我的天啊 太好了 太好了吧 這個 太好了 欸 他們的大手筆耶 真的超好的 而且我們這裡 就是檢測得COVID是兩個人 然後有一個是negative喔 它竟然給這麼多 我不懂耶 這是幾人份啊 好扯喔 你看這個微波飯 然後這是一碗一碗的 我第一次看到的 這裡有 1 2 3 喔 喔 拿到了 喔 好大耶 5 6 怎麼那麼多啊 泡麵啊 嗯 飯啊 什麼東西 天啊 裡面現在全部都是泡麵 然後再來就是 最大箱的 就在一箱 喔 這是味噌酥 噢 這是湯 這是湯 好像太差了 為什麼我們去Costco 我們根本不需要去Costco啊 對 裡面有罐頭 岩子 沙巴 喔 這個好吃 這也是岩子的味噌 對 這罐頭一二三四五五 五罐 六罐 六罐 六罐罐頭 然後這裡還有 焼鳥的罐頭 雞的 雞的口味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箱 第二箱是全部泡麵系列 來囉 第三箱 登登登登登 哇 哇 太美了 太美了 這真的很好耶 兩包 好 他說你自己在家裡 就是得 如果你得Covid之後 在家裡 如何 美北海道 對 真的耶 反正你自己在家裡 要如何注意啊 注意事項等等 哇 So sweet Toylet paper 這麼多 各方各面都有耶 然後兩罐烏龍茶 他還送你一罐酒精 然後給你這個 按壓的這個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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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盒味噌 他給你漂白水 為什麼 就可以消毒衣服上細菌 啊 這個也有 你看 哇 入了啊 有趣 對不對 為什麼 哇 為什麼 哇 為什麼 哇 這個也有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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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謝謝日本 有三包衛生棉 然後還有 家裡的垃圾袋 你知道因為我們這邊的 就是垃圾是還蠻嚴格的 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垃圾分類要用不同的垃圾袋 而且垃圾袋都是要花錢去買的 不能用隨便的路上的垃圾袋 所以他就是送我們這個垃圾袋 因為我們這個區域就是得到的人太多了 因為我們這個區域就是得到的人太多了 他們根本沒有時間去送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都已經結束隔離過了好多天 他們才送來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就是我們都已經康復了 他才送到我們家門口 康復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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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復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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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些人是會40天以上 有些人是會三個月之類的 還不知道 不一定啦 希望我的嗅覺可以趕快回來 還是祝福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可以的話盡量不要得COVID 大家出門記得請洗手戴口罩喔 跟大家分享這個日本的貼心的程度 你們居住的地方也有這麼多東西的話 歡迎大家就是拍照什麼的跟我分享一下 我想知道其他國家的補助的食物是大概是長什麼 各位就在前半段剛開箱完的事隔兩天 叮咚包裹又來了 我想說奇怪我又沒有買東西 為什麼會有郵局寄這麼三大箱 這麼重的東西給我 然後上面還寫我的名字是寄給我的 一打開想說不會吧 又是COVID的食物 太誇張了吧各位 就是我們這個家有得COVID是兩個人 就是只有我跟Natsuka而已 原來前面上半段我們開的那三箱東西是Natsuka的 因為那個時候包裹上面寫的是他的名字 然後那個時候我以為說是 我們整個家人一起share的東西你知道嗎 太離譜了 就那三箱根本就是給他一個人 這三箱才是我的 好我們現在廢話不多說來看看 這三箱裡面到底有什麼跟那個什麼不一樣的 喔他的米的那個包裝不一樣了啦 這米也太多了吧 12345 超多米欸 這幾餐呢這個太誇張了吧 123456 6包米 然後再加兩小包這樣子 又是這個沙巴罐頭 沙巴罐頭也是超級多罐 你看這都是沙巴罐頭 跟上一箱一樣的罐頭們 然後這個焼き鳥 跟上一箱其實東西內容我好像差不多 欸我這個有Cone Soup 玉米湯味噌汁味噌湯 然後泡麵泡飯什麼的 這邊全部都是 這一箱是什麼東西 欸青的欸哈哈 啊害我拿那麼大粒 我覺得日本會不會太貼心 那他們這樣子送難道不會破產嗎 這裡得Coffee的人真的很多欸 這裡也是整箱的這個味噌湯 目前這一箱就是大同小異 欸這什麼東西 喔這是咖哩包 再搭配剛剛的飯盒 這樣子的 我好像是可以很多天不用再煮米啊 不用再買食材了這樣 好我們來看看第二箱裡面有什麼吧 真的很有那種猜禮物的感覺你知道嗎 這一盒也是跟上一箱是一樣的 也是有說明書啊 然後Mask 廁所衛生紙塑膠袋 然後還有漂白水兩罐烏龍茶衛生棉 這一箱跟那個是一模一樣的內容物 下一箱 欸真的都差不多欸 也有龍腳傘跟這個 欸喔這個變成QOO 我這邊的energy drink變成QOO了 一台是葡萄口味的 72台 這這樣也是蠻高的齁 先不要喝好了 牛丼 麻婆豆腐跟那個一樣 而且QOO 欸QOO超多的欸 食品QOO欸 mix 這什麼 果物 這應該也是那個 一樣的 這是也是Jelly一整箱 對 這全部都是果凍 小香腸 這到底好不好吃啊 其實我從來沒有吃過 因為這很明顯就是那種合成的食物 就是從來 我是不可能花錢去買的 下次試試看 鳳梨罐頭 粥 這應該很好吃欸 就是湯泡飯 其實東西送的都差不多 三箱都差不多欸 一樣欸 哇他們真的是很大手筆欸 看 再看一次 我這一次 這一次我就不想擺出來囉 因為東西都一樣 超誇張 我覺得上一次的開箱 已經讓我很驚訝 我以為是三到四人份的東西 我以為是一個家裡面有一個人得 然後他們就是大概給個一兩人份 三人份這樣子 結果沒想到呢 那根本就只是一個人份而已 希望日本這樣繼續再這樣搞下去 不要破產了 因為你看現在經濟也沒有很好 然後也沒有開放國外外國人觀光對不對 然後日幣這麼低已經創新低了吧 結果他們還在這樣子一直送東西給 所有有得COVID的人 好吧 總之我還是抱持一顆非常感恩的心 我覺得真的是很感動 隔離結束差不多快要兩個禮拜了 然後他們才送東西過來 因為他們真的是忙不過來這樣 這個小小的地方 幾乎全部人都得過COVID了 開心的是 我覺得是因為得過COVID 我心裡有比較安心的感覺 就覺得好像自己真的得過之後 會有比那個疫苗來的抗體 應該還要再多一點點 我感覺啦 至少下一次如果有機會再得 就不要再發燒了 希望就可以再更 那個症狀可以再更輕一點 好吧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囉 掰掰 拜拜